大家好,隔了一個星期就沒有和大家見面 今天就想和大家討論一下究竟 有些人是不是應該死的 當中可能包括你的家人 因為不知道你有沒有劇透 劇透死全家這個說法好像近年輕了 令到大家都相當緊張和關心家人的生命危險 結果在網上明明看得出 票房都爆了 很多人看的戲 沒有人說的 不能說 為何不能說? 劇透會死全家 很多人都有提及說這套戲 例如蕭生 正式確立了Batman 其實是來自Marvel 蜘蛛俠一早就已經賣給迪士尼 而近十年才創作出 黑炮、Ant-Man和Iron-Man的角色 豐富了Marvel的名字 例如Tim和Kenny 他們也提及了關於劇透死全家的想法 我想嘗試從一些哲學的概念去解釋 究竟我們是否真的不能不劇透 不劇透是否真的有道德責任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 比較嚴重的兩次劇透事件 是哪兩個也有法律訴訟 就是1987年 所以劇透令人反感並不是近年來的事 而是很早就已經有 應該是DQ的一款遊戲 因為有這個遊戲雜誌透露了結局 令到製作公司控告他 要禁制他不可以再報道有關的遊戲結局 好像很明白 大家都覺得很合理 為什麼會玩遊戲 玩遊戲被人透露了結局很嚴重 所以那個人應該死了全家 另外一次是2007年 也是十幾年前 就是這個《Harry Potter》的《鳳凰萬鈴》 我忘記了哪一本的小說 就是《Harry Potter》其中一集 有讀者很快就把結局透露了出來 連作者羅琳也有說過 其實這樣是好武道德的 但究竟好武道德是怎樣來的呢? 我們嘗試去看看究竟在什麼情況之下 可以或者不可以劇透 首先最容易想的就是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就是我愛自由的 我看完我的東西 我說出來是沒有問題的精譽 我猜我比較集中在雜誌 或者在Facebook說 尤其是個人的Facebook 你在個人的Facebook 你說我不想看到 我可以隨時隨地看到你這個內容 這樣就會透露了我 但問題是 那Facebook是我的 我的Facebook是我的 為什麼我不可以在我自己的窩裡 說我自己想說的 而要說一些 而要限制我的想法的表演 反過來 有很多人都會 早上起床吃早餐 就會拍張照片 然後就會說 Hello 世界是早晨 我也可以不喜歡看 你臨睡之前 你又發了個訊息 晚安世界 我又可以不喜歡看你這個感想 那為什麼你發這些出來 我發我想說的 問題是 因為那件事是我想說的 至於你關不關心 關我什麼事 正如你的早餐我都不關心 我可能會反感 那我可不可以叫你從此以後 不要再發早餐相片出來 很多朋友去旅行都會玩東西放毒 早上放一張 所有都是吞拿魚拖羅來的 再加上一批 很豐富的海膽 然後放假真是好 一般的朋友都會棄言 放毒死全家 那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因為 都是棄言 因為他知道 其實是說笑而已 那為什麼劇透是不行 唯獨好像劇透是不行 在自由主義下 應該沒有這種限制 可以限制一個人不去說自己的事 否則問題是你去限制我的言論自由 其實在這段過程中 我們都看到很多人好像明白 其實沒有辦法 或者不應該去禁止對方 去發表自己的感想 所以那些人多數都是說 看完之後 我可以回到Facebook 即是說其實你是明白 你是不可以制止人做這件事 對方是沒有道德責任 不說一些他想說的事 所以這個是 似乎如果用自由主義的話 應該是劇透是說得通的 我們嘗試想想公利主義行不行 什麼公利主義呢 其實公利主義就不是說 一般我們理解的 就是說這個人很公利 其實都相似 其實是計算 計算最大的社會效益 這個社會效益是怎樣計算的 其實是計算不到的 但是大約的理解就是 如果不劇透獲得的整體社會利益 當然你可以是個人公利主義也可以 但如果你劇透的整體社會利益 是大於不劇透的兩邊 你就要選擇那樣 譬如我劇透了 會導致多了很多人去討論 而這種討論的快樂 是大於被劇透的那班人 因為被劇透而得到的那種痛苦 其實是應該要劇透的 是應該要劇透才是有道德 如果反過來 被劇透的那班人 因為沒有劇透而獲得的快樂 是大於想劇透但不透的那班人 那種壓抑 這樣呢? 那就應該不劇透了 所以劇不劇透 如果用功利主義的話 就要計算 但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不能計算的 你怎麼知道 而且如果是用邊心的角度 就是他沒有質的 只有量的 所以每一個快樂是定義不到的 當然你可以用 他的徒弟 Miu的想法 就是計算了質 即是說 做一隻快樂的豬 就不如做一個不滿足的人 因為有質的距離 但這個真的難計得不得了 所以我覺得 功利主義其實很難走得通 最少在這個 context 下 你真的很難計 你怎麼可以計得到 這麼多人一起去看戲的情況下 然後告訴他們 其實我這個快樂是大於你的快樂 所以這裏比較難計 當然我可以說的就是 例如離己主義 我純粹為了自己的快樂 這就是我決定劇不劇透的原因 相當之簡單 總之我想 我就去做 這是獲取自己的快樂 而不理別人的痛苦的一個選擇 最重要就是離己 有朋友說存在主義也可以談 存在主義的說法就是 其實 所有事情都 其實只不過是沒有道德對錯 即是存在主義是沒有一個道德標準 既然沒有道德標準 自然就不會有這個 因為劇透而沒有道德的東西 但是如果 我不太明白 存在主義是很困難的 對於我來說是很困難 我朋友就這樣去理解 存在主義的東西 然後我就會去想 如果沒有道德標準的話 如果沒有道德標準的話 你就可以說 不過你之後會被人罵 你也要承受這個後果 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不可以劇透的理由 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 其實不劇透是一種美德 它不是一種義務 它是一種美德 或者我們可以用一個概念 就是超義務的概念 超義務的意思就是 其實你做義務就是 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但你也要做 所以劇透本來是沒有問題的 我沒有理由限制你的言論自由 只不過是 我做得更加多 我好些 譬如什麼 我不劇透 完全不說 但是這個掙扎又真的很痛苦 為什麼看完一場戲 不能走來講這麼暗糕 你在討論電影的時候 不能討論電影 只是說我看了 我看了 那代表了什麼 那代表不了什麼 沒有感想的東西 其實真的好像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純粹存在 我不太知道 你可以把理解為美德 這樣 譬如讓座 讓座 讓座不是義務 我必須要讓座 但讓座是好的 我便讓座 是一些美德 我便讓座 我便讓座 付阿婆哥馬路 我不一定要付阿婆哥馬路 但是 如果付 那可以 是一些好一點的事情 我便做 譬如 在什麼情況下 可以應用到這個 個案 我想說一套戲 但我先說 含劇透 含劇透 就會令到 人們去明白 如果你不想 suffer by我這個劇透 那你就不要進來 不要進來 而不是完全不准說 其實我本身 都已經沒有觸犯道德責任 沒有侵犯任何道德責任 沒有道德責任 不可以說 但是 我現在做多一步 令到你不要舔 事實上 好像剛才說 自由主義的時候 都已經說了 有很多人 是知道如果 別人說 我是死而無怨 我只是說 最近 是不應該去看 任何這些 media social media 或者其他消息 所以 你可以見到 你應該要自己去選擇 不接觸 而不是不讓別人去說 侵犯言論自由 應該大家都明白 那種痛恨 是有多嚴重 另外一個point 就是 例如我們看球 全世界都是資訊 難道我叫馬灰不要報資訊 難道我叫Live Score 不要報資訊 我叫朋友不要說 都還可以 而主要的就是 第二天早起床的時候 就像Kenny這樣說 我就盡量不接觸任何事情 但有時候坐地鐵 就已經看到 鏡頭爆了幾比幾 那我 唉呀 會是這樣 但只能怨自己不幸 因為資訊爆棚的年代 資訊無處不在 亦都避免不浪費 只能怪自己 不能在最早的時候 去看到這場 所以我會覺得 超義務已經是一個人 應該要做到最多的事情 所以 另外 不知道資本主義會不會涉及 其實一切都是片商的陰謀 要故意做這麼多 不要劇透 叫演員不要劇透 這個演員是專劇 所以我沒有給他一個完整的劇本 所以這些都是 可能是片商的一些 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操作 不過我們都明白 劇透是會有失法的 但我覺得應該是那個人 自己避免 但如果在公海 那要小心一點 最好就是在那個位置 先說定你是會劇透的 你才去討論那套戲 我想沒有人特意會走進一個劇透串 去看一些劇透 而之後去討論那些人的劇透 但都是反過來 他本身那個人 是沒有責任說不可以劇透 但在公海你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他進來 可能是想看其他戲的一些資料 如果你很早就已經說了 如果你沒有在任何情況 說有劇透的情況下 他進去 他可能會失敗 不過也是那句 我自己就覺得劇透是不好 但他是一個超義母 另外 Tim和Kenny 昨天錄節目的時候 因為我剛好回不來 他有事情在做 所以他在說 粉絲是不是一定要看過漫畫呢 又不是的 他可以是MCU的粉絲 而不是Marvel的粉絲 不過我會這樣想 當你喜歡一個角色 你當然想追蹤 想探求更多他的資料 買漫畫當然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可以支援他的創作 問題是什麼呢 也有朋友說 其實電影和漫畫 漫畫的走向已經完全不同 RICH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其實不用特意說 再混在一起 但問題是沒有原作 怎樣會有衍生產品 這是涉及到我們對於 一個作品的喜愛 以及怎樣去幫助他 如果只有MCU大賣 如果只有MCU大賣 他以後可能只有一些已經有的作品 已經有的 title 已經有的角色 他沒有新的角色 沒有一些新的人物 角色可以再製造 因為他沒有資金流入漫畫那邊 所以正如我看《九龍城寨漫畫》 我都希望魚兒的原作小說 是好賣的 我打完《One Piece》的遊戲 我當然也希望美田明一郎 可以延續他自己的創作 所以也不是一定要 但如果可以做完 看完的話 會對整個生產鏈 整個產業鏈會有一些好處 但你只看電影 也沒有說不行 你是粉絲 MCU的粉絲 可以很特別的 正如你喜歡一對偶像團 偶像團體 你也可以只喜歡一個人 但你都會想買東西支持他 你會想買東西支持他 不是只想看他的東西 你會想買東西支持他 他才可以繼續走下去 所以在這裏稍稍分享一下 我對劇透在不同角度的看法 如果你有其他不同角度 可以分享一下 關於其實劇透是道德義務 我反而想知道 我想看看怎樣可以互相討論 今集的時間到這裏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